记者沈泰瑶台北报道,今天是228和平纪念日,有民众闯入桃园此湖林寝,对前总统讲中正灵就颇洒红期,台北常可吻则上午出席228中书纪念活动后受访,对此表示可以互相看不顺眼,但就是算要骂,也是一个程度就好,太激烈的程度都不好。 228中书纪念仪式下午在228和平纪念公园举行,柯文哲出席后接受媒体联访,柯文哲祖父为228事件罹难者,过去柯文哲曾在参加纪念仪式时痛哭失声,今年则重归重指照本宣科,念完至此搞得冷静下台,媒体询问今年似乎情绪较为平淡,柯批沉默几秒后警说,总是要让这个社会, 走出哀痛的心态,对于自己连两年呼吁政府因公开资料,是否因认为政府没做到,柯批说,把真相公开让大家讨论,让事件做一个结束,不要永远都在猜忌,变成彼此折磨。 我知道大家都很怕说要去追究谁要负责,但他认为可以不要预设立场说谁要负责,而是把真相谈出来,自然的去和平对话。 这也是这两个月跟两位诺贝尔和平讲得主对话得到的建议,和平对话才有办法解决问题,如果去对话,很多事情不敢说百分之百解决,至少可以化解很多。 对于桃园此胡林寝今天发生独派团体一红七颇法官就事件,柯文哲认为可以互相看不顺,眼但尽量不要动手动脚,更不要动刀动墙,就是算要骂,也是一个程度就好,太激烈的程度都不好。 请不吝点赞 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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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